帮风是一个充满不小争议的男明星,单从几次上头调不顺,就可以看得出来,真是坎坷。 他离婚碰上天后,倒板碰到横打,帮风入定一声被抢劲,每次想到上头调被抢,也是挺尴尬的。 不过现在的汪峰,经过多年的沉淀,在音乐摇滚界有着大哥级别的地位,自出道以来也有过不少经典的作品,被翻唱,被传唱至今,花火,春千里,怒放的生命等,都是很多汪友喜欢的作品。 汪峰在歌手2018第四期,选择了一首冷门歌曲儿时,刘浩宁2016年发表的一首名调,湖南卫视特意找来了汪峰儿时的照片。 观众意外发现,汪峰也曾是一个小胖端儿,汪峰的节目中提到,自己的童年除了练琴就没别的,汪峰自幼在中央音乐学院副小,副中学习小提琴。 大学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中提琴专专业,大学期间在专业音乐学习和训练之余,就开始进行摇滚乐创作并组建,乐队,事业上可以说是越来越顺利。 但是,很汪峰的感情生活就复杂多了,第一院妻子是一名主持人其他,离婚后就越上了某个会节,因为事业才起步,两人未婚生女,还一直没上户口,知道女儿小苹果要上学时,才给孩子上户口上学,之后就与葛会节离婚。 离婚没多久,汪峰恋上了张子怡,2015年初汪峰求婚张子怡成功,2015年12月份,张子怡在美国顺利为汪峰生下女儿醒醒,而做汪峰的现任妻子。 张子怡在与汪峰生下小千金后,对于不是自己亲生的大女儿,张子怡也是对其照顾有加,一度被路人拍到二人逛街的照片,而作为戏母的张子怡与葛会节的女儿,也是相处融洽,丝毫没有受到戏母的影响。 但汪峰的前任女儿有个慧节,曾经有抱抱料过汪峰作为人知的秘密,直接捉穿这18年的秘密,原来全是情歌打动人心的汪峰,现实生活中怪体多,十足是个丑哥,丑。 他平时乐把蒜头当零食,爱喝酒赌博,有口臭,打钢尔夫球后,一身臭汗进步洗澡,又体臭,酒喝多了,脸更臭,网友直呼,没想到张子怡原来好正口,张子怡能和他在一起,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。 汪峰跟张子怡走在一起,看着实在是不达,终究国际张打气,美丽,名气又大,而汪峰长得不达的,名气与张子怡相比,更是相差甚远,不过在一起那么久都没发现,他们有什么不好的传闻,小蜜真的过得很不错呢。 或许在外人眼里认为他们并不合适,但是只有经历过一些事情的当事人心里最清楚了,我们只有送上祝福。 张子怡在做妈妈方面还是很成功的,不管对自己孩子百般疼爱,还对老公与前妻生的女儿是如己出。 张子怡是娱乐圈出了名的中国好后妈,是亲生女儿清醒的同时,自然是不能忘了大女儿。 小苹果从小就没有妈妈的陪伴,有了张子怡之后,也算是有了疼爱自己的妈妈。 小苹果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,也曾表白过后妈,直接喊张子怡妈妈,张子怡也都嘴对着小苹果,看出这对儿母女的幸福。